这就是 战地记者 这都是老外 欧胡德 这也是老外 萨纳卡麦勒 现在我们国家强大 你看这个战地记者全是老外了 萨纳卡麦勒 这是欧胡德 这个胡德应该可能是以色列人 这个应该是阿拉伯人 这就是新华社战地记者 那个 我们爱用战地记者这四个字 外国其实没这个字 外国叫 Wall Photographer Wall就是战争 Photographer就是拍战争的 就战争摄影者 因为记者呀 只有摄影的才才会到一线 你说一个文字记者 是吧 一个广播记者 一个电视主持人 尤其是我们一说到 记者啊 其实崇拜的都是电视主持人 电视主持人 我就觉得他相当于演员 过去演员都是演电影的 那叫红星 巨星 后来就是电视主持人 到点你就看他 他天天在站你面前白火 他说他是联播就是联播 他说他说的是实话 他在实说 你就相信实说 但那些都不是记者 记者呢 都是单独的 个体的 自由的行动 他不是一个集体 所以记者的最早期 我刚进新华社的时候 我都不许署名新华社记者 只能说是 唐诗增社 新华社发 一直到我干了两年 从来没犯过错之后 才能说新华社记者 唐诗增社 在那之前还有 就是外国呢 叫什么 外国叫correspondent correspondent correspondent 就是这一个人 离这编辑部很远 他去采访去了 当然correspondent 既有文字的 也有摄影的 比这个 这个correspondent 官派的更牛逼的 叫freelance freelance 就自由的玩脑 freelance 他没有工作 他也不收雇男 他就喜欢这个 喜欢把这照片拍了 就给卖了 后来我在中东名声大了 就有老外来找我 就说 说世界上找不出 第二个摄影部主任 像你老板这么喜欢你 我老板写过一篇文章 叫大街上捡来一个宝 我老说老板 是新华社摄影部主任 中国照片档案馆馆长 中共十三大代表 我北大的学姐 我摄影部的编辑 新华社摄影部的主任 我江苏的老乡 我们俩都是B型学 还有多少年前 上海分社 有一个老记者 叫王子锦 我第一次见王子锦的时候 我老板揪着我耳朵 说你过来 就把我耳朵 递了到王子锦面前 说你看看像不像 像不像 然后王子锦说 虚幼猪啊 太像了 我不知道他们说 我这耳朵像谁 我平常看人 喜欢看两个东西 一个看手指 看手指细不细长不长 尤其是看他这个指甲 这指甲杆 现在都叫美甲 是吧 越是指甲长得跟猪蹄子 驴蹄子 他越喜欢沾一块彩色的塑料 冒充指甲长 跟妖精似的 真正干戏活的人 我指的是劳动者 不仅美人 他的手指是细长的 是灵活的 指甲 那指甲盖 天生的 也是很长的 我这就不长 我妹妹的就特长 我见过他最长的是 我妹妹的指甲 特别长 特别长 后来一个记者 是香港记者 中国名叫袁国强 我有一块 我有一块手表 就是那个卡西尤的 功能最多的 能测海拔的什么的 那个手表 叫什么手表 卡西尤 叫什么 那个手表 就是袁国强 给我的 在那个 首先 他是一个好人 有一次 一天晚上 在特拉维夫 飞毛腿腿 捣断 跟爱国者 也不知道 打中没打中 反正那飞毛腿 接中了特拉维夫的 一个区 那区 叫拉玛特干 拉玛特干 应该是特拉维夫的 一个富人区 我在那碰见了 阿里尔沙龙 那是我真正在现场 第一次碰见 阿里尔沙龙 就回来以后 以色列各方部长的 再往以后 沙龙来中国 我跟他吃过烤鸭 我那照片展示吗 展示 他是利库德的头 而且是那个 应该是以色列里边 最有实力 最强硬的 现在老说 加沙是以色列 退出加沙 把加沙还给了巴勒斯坦人 以色列第一次退出土地 是退出的西奈 叫塞奈 S-I-N-A S-I-N-A-I 还有那个 银钢 就是校后我子满知的 那个社科院西亚 西亚所的银钢 他就 他这两天 他说那个 加沙 加沙什么都没有 要想吃顿好的 得去阿里尔 阿里尔西奈分两个省 我本熟 没有第二个中国人 像我这么熟 是吧 因为我开车 走遍西奈的每一村土地 西奈是两个省 一个南西奈省 一个北西奈省 北西奈省 靠着地中海 北西奈省的首府 叫阿里尸 叫阿里尸 这一代呢 都是当年杀龙打下来的 所以那个 阿以和谈的时候 埃义和谈的时候 就是埃及的萨达特 跟埃及的北京 俩人谈判的时候 我这电脑 它老有密码 它自动把自己锁起来 所以我得不输入密码 它就打不开 我得把密码输进去 我给你们看看沙龙 当时沙龙就说 要把西奈还给埃及 埃及就会和平了 这就叫以土地换和平 好多人不干 说这个我们死了多少人 而且我们在那建了定居点 吉布斯 你让我们撤 好多人就不撤 以死相抗 但沙龙是沙龙 沙龙是以色列的战神 西奈就是他打下来的 他就强迫撤 爆炸那些犹太人自己的定居点 沙龙 沙龙 你看 沙龙 我这电脑有点慢 这是我跟沙龙握手 这是在北京的 王府井的全继德 这是沙龙跟我握手 是吧 现在中国好多人 小年轻人都挺以色列 那会儿黑 有一傻逼 黑龙江的 用的是假名 就是说我 说作为新华社记者 怎么能跟沙龙一头呢 这是外事任务 是吧 北京王府井和平园门烤鸭店 我跟沙龙吃烤鸭 这是国家利益 你一个黑龙江的 一傻逼 你懂得屁 是吧 你真给黑龙江人丢人 这是以色列 驻北京大使南岳明 这是我把我写的书 给 一会儿我说沙龙 你帮我举着这书 给我做广告 沙龙说没问题 你看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乐乎 是吧 这 沙龙去沙龙去沙龙农场 这是以色列在中国的东郊 叫永乐殿农场 沙龙拿起一把牛资料来 嘴里嚼嚼闻闻 我不在美国当过农民吗 我写过一本书 我在美国当农民 李肇星给我写的去 我也嚼嚼闻闻 表示沙龙 沙龙是美国农民 我是美国农民 他是以色列农民 我是美国农民 现在我是中国农民 这就不是了 这是我 他这都按时间来的 那会儿我年轻时候 英雄牛逼 你看这沙龙 新华 我拍的 沙龙 这就好 沙龙 我拍的 我跟沙龙这么近 是吧 我就会几句 我就会几句阿拉伯语 不是阿拉伯语 以色列语 其中食用都是在沙龙这用的 沙巴 沙龙 都是在沙龙这 土达拉巴 土达拉巴是非常感谢 我就会几句西伯来语 然后就会数数了 这是那个我说 沙龙你帮我举着这书 我好卖 在中国卖 沙龙就举着我的书 你看 这是沙龙 我钻进了金字塔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 我都是揣着这本书 到海关什么 我一打开 他们一看 好 你跟阿拉伯特搂着 跟卡扎菲搂着 跟沙龙搂着 海关都对我特客气 我一直没出差了 我有个姐姐 比我早两年退休 是广电总局的领导 局级领导 整天周游世界 以前去那个叫军月 就是王国景 李嘉诚那个特高级那酒店 都是他带我去的 他说你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 这姐姐是灰灰 特别好干净 整天骂我 我吃奶酪 都是他在 我不会快递 他就从京东上帮我快递 我冰箱里我就不展示了 这是黄鹤给我买的这冰箱 我有那么多 也不能都说姐姐 黄鹤就能当我侄女 你看我里边的这些 这些奶酪 这些奶酪就都是这 马的姐给我买的 我一会说她是马大姐 一会说她是金姐 就为了不落暴露她的目标 她是崔永元的同学 但是崔永元是文科生 她是理科生 他们两口子都是广播学院毕业的 他听人家说我要出差 今天早上 六点多 六点多 快递就打电话 说唐老师 您有东西 哥们问得你们大门口了 我就到大门口一找 没找着 找半天 最后发现 就这么点小破口袋 这么点小破口袋 口袋里什么呢 一根 行李袋 行李袋 在边上 在边上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说这姐姐真是 我平常还老跟她嚷 还老骂 老说脏话 老说脏话 然后这姐姐 你看 两口袋 如果寄东西 还不寄一个口袋 还寄两口袋 你看 这是什么呢 这也是行李袋 这个行李袋 长 是十字形的 就说 如果你打你这个 行李箱 你就在上面 能打一个十字 一个十字 你看 我说我出差 我带的都是书 我带的都是书 而且我书 有好多插图 插图 全世界 所有的那些 边境 移民局 武警 一看我的书 只要是他有 但他闻他有点良心 全朝我致敬 致敬 这是今天早上来的 新华每日电讯报 这就是新华社 战地记者 巴勒斯坦人 犹太人 犹太人叫 欧胡德 新华社记者欧胡德 新华社记者 撒纳卡麦勒 一说到这儿 我又想起来 就是我说 原来给我手表 那个 就给我卡西欧 手表 那个 也是在以色列 我们认识的 他的没拍着 沙龙 他就说 那个老唐 这是沙龙的媳妇 这沙龙的媳妇 沙龙媳妇 是他小姨子 他先娶姐姐 后娶小姨子 跟古代 跟埃及法老似的 埃及法老 就近亲 近亲结婚 我就不说 不说沙龙了 就在以色列 他没拍着 没拍着 摄影记者 最重要的是 你没在场 你就没拍着 我就把我的照片 剪出三张底片 送给他 他就能交差去了 他就特别感激我 他就特别感激我 后来呢 我还要去 从以色列的特拉维夫 去伊拉克 他是自由撞稿人 就是freelance 我说的摄影记者 战地记者里 最牛逼的 我是新华社 领工资的 我就要去巴格达 他就回国 他说你领导 对你这么好 你准备送他什么东西 我现在我不记得了 我说随便 你就拿我给你 那三张照片的钱 你看能买什么 你就给他们买点什么 后来海湾战争 海湾战争都完了 我回国了才知道 他给我老板 送了一罐罐头 鼻气罐头 你说这香港人 就多不会送礼 是吧 给我老板送了 一鼻气罐头 给林川 我忘了送了什么了 给圆满送了什么 我不记得了 我说我国内 就这么三个亲人 一个是我老板 对我有知欲之恩 写了大街上 捡来一个宝 大街上捡来一个宝 他是北大中文系的 这辈子他写的 最动感情的一篇文章 登在新华社的 每日 那叫什么 经济参考报 一整版 登在中国摄影的 最著名的那个叫 中国摄影报 人民摄影 人民摄影报 一整版 我出名都是靠我老板的 这篇文章 但是我这老板 写完这篇文章啊 我就完蛋了 等于是我这老板 把我给毁了 因为那个中国 捧杀就是毁杀 他倒不是捧杀我 他真喜欢我 他真喜欢我 一个人 在所有的报纸上 刚才我说那篇文章 跟照片最后都登到人民日报上去 登到人民日报上 我的事迹就上了人民日报 1991年的 活着的新华社记者 照片和事迹上人民日报的 在我之前没有 在我之后也没有 活着的新华社记者啊 活着的 当然现在改革开放了 连巴勒斯坦人都是新华社记者了 连以色列人都是新华社记者了 这就是新华社记者 这现在都是改革开放啊 跟我就还说我那个时候 我老板就对我好 对我好就遭人嫉妒 后来有人就举报我老板说 他拿唐世增当他儿子 我老板多会说话呀 北大中文系的 说唐世增就是党的儿子 但后来呢 采访风格又变了 我领导仕途也失利 我领导就下去了 我就倒大霉了 我就倒大霉了 说我是新华社社长的女婿 是吧 新华社社长女儿喜欢我 我这也有好多合影 但喜欢我仅此而已 我不是新华社社长的女婿 是吧 说是新华社摄影部的干儿子 结党营私什么什么 这也都算我错误 这也都算我错误 我说的这些人还都在 我们社长的女儿还在 他是属龙的 属龙的 后年退休 应该还在 我老板也还在 我老板大概有八十了吧 八十六了 我老板跟我妈是一年生的 我老板比我妈大一年 我妈是1937年 抗日战争那年生的 我老板是抗日战争前一年生的 我老板应该87岁 我妈86岁 这些人都在 人在就还能凑合说的清楚 但然后就给我手表 那个袁国强 他就说 你老板犯了一个错误 新加坡的记者 就新加坡的南华早报 来采访你老板的时候 你老板就夸你 夸着夸着 有点有点 他就说 人家说 如果唐世增没结过婚 二十多岁年轻的北大毕业生 如果他在战争中 要是死了怎么办呢 徐有珠 就是说我老板 说你老板跟新加坡记者说的 我们新华社 都给记者上了战争保险 然后在场的所有记者 都十分贪腐 说这是袁国强 袁国强说 你老板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因为至今全世界就没有战争险 哪能说美国要打塔列班 是吧 以色列要打哈马斯 哈马斯要打以色列 先去哪个保险公司上个战争险 世界就没有战争险 也没有给战地记者的保险 这是我拿着防毒面具 背后是死海 这是当年的我 这是我说的那个 我说的那个记者 袁国强 你看他这首饰 都是偷偷摸摸的 当时他用佳能 我用尼康 随时用手摁着这准备偷拍 这是我在特拉维夫等飞猫腿的时候 这是战争期间 我来往各国 各国 这是我的破行李箱 我的放大机什么什么 你看我穿的衣服 这是伊拉克的军服 我现在这两天我又要出差 我都是军装 就是我没当过兵啊 我也从来不是 各国给我的都是荣誉称号 有管我叫将军的 有管我叫上校的 都是荣誉 我一天兵也没当过 我生命一天 但是我喜欢军用品 我崇拜那些战场上的英雄 我的职业就是战地拍照 哇 这是我在以色列 坐这私人小飞机出入战区 这是以色列 这是阿伦比通道 就是以色列连通越旦的 叫阿伦比 Bridge 这个也是我说的袁国强 他就说没有战争险 你老板 是他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批大文科生 又是女的 所以他不懂这个 随口可能就说了 这是以色列的国防军 IDF 后来这几个国防军 这是我们租的那个出租车司机 这是巴勒斯坦人 当时以色列的车呀 是八位数黄牌 巴勒斯坦人是七位数黄牌 然后是六位数吧 我数记不清了 我在我在我在 我在我钻了金字塔里边 那篇闯边界的文章 详细讲过 以色列车牌 你就能通过车牌 大概五种吧 你就能区别出 是以色列人 还是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还是加沙的人 还是约旦河西岸的人 还是出租车的人 还是刚刚归顺了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车牌你就能看出来 这不是不平等 或者它是平等 不平等 这是以色列的交通的一种 对他们国民的一种管理方式 这个以色列的这个IDF 以后这几个人都跟我特好 说老唐 这我又到了伊拉克了 这我转脸 我又到了伊拉克了 没有一个战地记者 敢两边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身上拍的胶卷底片 就能当成你是间谍的证据 因为你都站场拍嘛 我上午在这番 下午在那边 但为什么那会儿我没出事呢 是吧 战地记者都在一头的 比如穿上解放军装 跟解放军在一起 穿上志愿军装 跟志愿军在一起 穿上越南人民军 跟越南在一起 我不是 我一会儿带以色列 我一会儿带以色列 我一会儿带巴格达 我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 所以我就老说 我这个战地记者 永远跟鸡蛋在一头 是吧 这是巴格达挨炸的时候 我永远跟鸡蛋在一头 我没立场 只到场 如果非得说 这是萨达姆他们家门口 给成这样 如果说非有立场的话 我就是永远跟鸡蛋在一头 我今年都63岁了 我这儿全是真的 没有照片 我这一辈子 这是一个叫 一个叫 这是中国 中国美术学院杭州的 一个哥们给我画的像 是吧 他说巴顿将军临死人 就给他画一像 他也给我画一像 画的像 这是我年轻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看我 我一看我脸红 这就是 这就是新华社 战地记者 但战地记者老年 一般都有病 有病 那时候不健全 没有战争险 但有别的险 我这辈子 谁也没跟我上什么险 所以老了 我这个 我老说我断了的脚 脚的这骨头 我连买膏油都得花钱 买膏油都得花钱 以前膏油不花钱 现在膏油得花钱 天一冷了 腿就容易疼 水一疼 我就 没离婚时候 我就把我这断的腿 搁在我儿子妈的大腿上 他就给我暖脚 现在没人给我暖脚了 我他们一生气 我就 我就 匹夫剑乳 拔剑而骑 挺身而漏 挺身而漏 希望这些年轻的记者 这些 能当我侄子侄女辈的 这位巴勒斯坦的 萨纳 卡麦勒 这类以色列的 呃 偶护的 偶护的 嗯 他们在前线安全 在前线安全 嗯 能够 呃 呃 一氧天年 一氧天年 但是 真正好的战地记者 有几个最后会一氧天年 死在床上 是吧 我赶紧拿我这几根 背包袋 背包袋 打我的行囊 嗯 穿上老邓给我的花雨衣 哎呀 嗯 别人朝战场跑 奔赴战场 我逃离战场